新西兰大选结束 工党总理西普金斯Kris Kipkins承认落败 有最大在野党国家党领袖卢克森 Kristoffer Laksang 与其首选和政党行动纽西兰合组政府 根据选举委员会的 据国家党获得40%的选票 行动纽西兰则获得9%的选 两党加起来将有足够的席位组成政府 但优势弱 可能还需要民粹主义的纽西兰优先党的支 工党只得26%的选票 其领导人西普金斯说 从目前数字来看 工党无法组成政府 他表示 较早前以 电卢克森承认败选 西普金斯今年1月接替辞职 阿德恩出任总理 他承认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希望支持者对工党过去6年所取得的成就感 自豪 卢克森商人出身 曾任新西兰航空行政总 2019年步入政坛 2020年首次加入议会 并于2021年11月晋升为 家党领袖 卢克森的一些关键竞选承诺 包括为 等收入者减税和打击犯罪 他曾表示会继续发 新西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同时探讨让新西兰 入游美英澳组成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星岛头 App京已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